HELLO 各位食腦的網友 今天我要給的心碎就是明晚的場次 就是巴黎聖日耳門對著雷欣 這場球我覺得應該挺好看的 因為看兩邊的功力應該都會出現大的比數 應該都...那個球膽都比較大 不過我不是貼大勢和不是貼球膽 我都會喜歡主隊的贏面 我覺得會比較高 現在看到是讓一球 雖然其實在聯賽中 巴黎聖日耳門對著雷欣 其實PSG在積分榜已經領先很多 但我覺得他們這場也挺有真正的慾望 因為近來你看他們的氣勢不斷贏 入球能力也是強 很少輸的 這場讓一球我自己也要回這個PSG 雖然就說尼瑪繼續受傷 但前面又有尾斯 他又想入球的 又有安巴比這些有質素的球員 而且他們的主場成績是禁堅抽 好像是十勝一和是零負 那個勝出率實際太高了 所以即使對著雷欣都是前列分子 排第五的 近況也不太差 但我覺得主隊依然都是 質素是看高一線的 所以就讓一球我都會照支持主隊 巴黎聖日耳門要贏 多過一球我覺得他們是絕對有這個能力的 而且剛剛非洲國家盃就完了 有些球員都叫做回來都叫歸隊 所以即使有些雙兵 但我覺得他們的兵力 要在這一場裡取勝 絕對沒有難度 所以我心想讓球主勝 希望各位都贏多一點